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陶哥看电影 最后的女巫的猎人 这个影片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集了 那一集的分享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个概念 就是女巫 黑死病 文艺复兴 这个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 在今天的环境中又有人把这个故事提出来 我还是说那句话 我们砍电影是跟大家砍它内在的故事的本身和生命的概念 我们不在乎电影本身哪个影星 我觉得那个东西根本我都不会 人家说的多 所以咱们只是看中间的门道 看中间的现实环境中 他在告诉我什么 台上是疯的 台下是傻子 门外的人看热闹 门里的人看门道 门外的人就是无所谓 看电影就看电影了 我只局限在电影上 门里的人是希望从电影中 他在展现了什么价值观 他在展现了什么生命的概念 在最后的女巫女王的猎人当中 他里面最关键的问题表现一个生命 生命猎人不死 活了八百年 今天住在曼哈顿 这么个故事 而伴随他的是谁呢 伴随他的一直是一个修道士 是个宗教的人士里面 协助他猎杀那些违规的女巫 而这些女巫出现在人中 对吧 出现在人中 而作为一个猎人 一直生活在自己孤独的情感中 因为影片是这么表现的 八百年前 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死了 而自己一起去猎杀女巫的 整个这些猎人就剩他一个人了 而他又死不了 一个生活在人中 可是呢 又不是一个人的环境的 简单的人 他就显得很孤单 很孤独 很无奈 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的描绘 而里面又描绘出说 女巫女王之所以最后没有猎杀他 而大家出现这种环境 是女巫女王也要借助他而存活 最后女巫女王复活了 这里面描绘着什么 在我的眼睛里 它在秉承着一个传统的生命价值观 有佛必有魔 有人有鬼 那阴阳相对应 一个东西不会独立存在的 一个好的东西 它会对应着一个不好的东西 一个阳的东西会对应一个阴的东西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 在吻合着人的生命的层面 人借助在这 神佛道 生命升华 与鬼 魔 地狱 炼狱 这个之间 人的行为 人现实中的一切 你会取决于你的未来 上天堂 还是下地狱 影片里借助了女巫 借助了黑死病的说法 而那个年代 你到罗马去 你到意大利去 你都会看到 或上或下的描绘 生命或上去或下来 对不对 你到佛罗伦萨 你到威尼斯 你到这个梵蒂冈 他都在描绘着 人是生活在一个中间层 人的生命是个旅店 人的生命是一个旅途 它不是你的终结 它是人的灵魂的生命过程 而这生命过程 却决定了自己上去 还是下 而任何一层的生命 特别是下层的生命 是不能侵害人的 不能进入人的环境 这是影片里 在描绘着这个故事 有点像这个地狱神探 我们见过 有点看像2005年 是08年演的地狱神探 非常类似 但是鬼也好 他描绘的女物也好 在现实生活中 已经进入了人间 影片里描的女模特在这个纽约 时装模特 结果一扭脸是个鬼 在纽约这个大街小巷当中 一些不显眼的楼宇当中 那里面的酒吧 里面的这个俱乐部 里面的任何东西 里面有一些人不是人 其实你看起来是表面的一种描绘电影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当中 人们在探讨的时候 有着类似之处 在地狱神探当中 也有那样的 一个非常诡异的 俱乐部 而这个俱乐部里面 都有着被中国人称为的特异功能 而这所谓的特异功能 你会发觉那些人当他现出原形的时候 也就是他的灵魂借助肉体 显示出原形的时候 他不是人 影片里的描写 混迹在人的生活中的女巫 女人 有些是女巫 它是这么描绘的 对吧 它是这么描绘的 其实现在传的更多的是外星人 我看前两天有照片提到说 美国有些外星人 欧洲有些女人 拿出了自己孩子的照片 而自己孩子的照片是 自己被外星人性侵了 或者自己被外星人裸走了 然后怀孕生了孩子 而这个孩子又被外星人给弄走了 你记住这一点 外星人本是很大 但是描绘的所有内容都是 外星人主动跟人交割 产子 然后把生产的孩子带走 如果外星人高级 我们从生命的层面来讲 如果外星人比人高级 但起码他的科技表现出这一面 他为什么要低下身 去跟比他低级的人生孩子 我们听到一些人做不好的事情 跟这些动物乱七八糟的 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人会主动跟动物生出孩子 没听说 对不对 那东西人只能称说 那是妖怪 为什么 人自己完全知道自己的生命 他的境界超过动物 那外星人的科技发达 但他为什么会跟人生孩子 我们现在看星球大战 我看过一个介绍 一个当时的报道 好莱坞的报道 好在最一开始拍星球大战时 好莱坞的片场里面 就进去了外星人 那我这里想揭示的一概念就是 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中 无论外面的 就是西方的 还是中国大陆 人是被神佛所造 中国人说 人是女妈所造 也就是说 人是被神所造 而造出来的身体 我们看到中国的传说 西游界也好 风神演绎也好 西方的传说 神的身体跟人的身体极其相似 也就是说 神按照自己的身体 用泥土造了人 这是我们在修炼中 师父告诉的一个道理 那我个人能理解 确实我也个人承认的 能够接受的 人被神所造 人的身体珍贵无常 那其他的生命 占有人的身体 恐怕对他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庆室 能够拥有人体 那对生命而言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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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幸中的万幸中的万幸 才会出现 这个场面 所以影片里描绘了一个 非常对等的东西 就是女巫也进入了人的身体 在现实人的生活中 在现实人的生活中 人表面出来 是有各种的人 但他真实的灵魂 却什么样都有 就像我跟大家 我在我们说的 我通常的今日点击当中 我们提到江泽民是蛤蟆 今天大家都认可这个概念 你无论把它当成笑话也好 当成曲纹也好 当成什么是你的问题 但是人们承认 江泽民的行为诡异 江泽民的动作诡异 江泽民的行动 像之蛤蟆 通常说叫动物附体 我记得我跟大家描绘过 四十年前 我曾经去过这个 长白山 在夜里走长白山 坐这个长途车 那司机就说 如果有劫车的 特别是大姑娘 咱们不能开门啊 结果我印象非常深 遇到了两个大姑娘 梳着大辫子 在森林里头 那时候是晚上十二点多 在大 在这个长白山里面 灯横 那个那个汽车灯 那个时候四十年前 那汽车灯也不咋地 反正照出去的 就像萤火虫的屁股似的 一点点亮 结果那两个大姑娘 真的是在那摆手搭车 跑长途车的司机是什么 说什么 遇到鬼了 遇到鬼了 是不能看的 那我自己 这是我自己遇到过 我还都遇到过一个 那时候在家里 因为练武术嘛 有一个师哥 师哥呢是在这个 北京京西呢 厦门窑的 房山那一带 那能厦门窑的人 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而且娶媳妇比较难 结果他的同班族 有个朋友呢 说三个月的时间 这人就越来越瘦 后来就病倒了 上医院查 查不出病的 结果呢 在他的班族里 另外一个老人 年龄比较大的 平常不太下井的 看着他呢 就跟他说 他说你 你到底干什么了 就问这个人 问这个越来越瘦的 查不出毛病 说你到底干什么了 小伙子嘴硬 说我什么都没干 说你晚上遇见 什么人了吗 你知道那山里 房山那边 也是山区嘛 他晚上下这个中班的时候 都是夜里十点十二点 那因为人病了 又没力量了 后来就跟老头 这个老人就说实话了 他说四个月前 遇见过姑娘 下班遇见过姑娘 这姑娘呢 就在这个路口 他下班骑自车车 在路口等他 一开始不是等他 就跟他 看见他了 就说大哥帮帮忙 这个 我回家 回娘家 这路太远了 能驮我吗 那他骑自车车 就驮她嘛 那小伙子 也没见过大姑娘 那套不着媳妇 就带这个女孩 这女孩上车呢 他就说呢 就反正就从后面 坐车嘛 怕黑嘛 就这么搂了她 老头说到跟前了呢 说这个到地了 人家是到了村头了 说你我到家了 谢谢大哥 他说四个月前 遇见这事 他后来呢 就隔那么三天两天呢 这个女 这个女人就等他 驮到那儿就下去 然后再后来呢 就天天等他 然后一直到他 实在上不了班 住医院了 那个 那后来这个 这个老头就乐 老头一听这个 说麻烦了 你遇见东西了 遇见鬼了 遇见东西了 这是我们 我自己的 很好的朋友 他自己讲出来的故事了 那老头说 那你咱们带 你得去那地方 到底你在哪个拐口 怎么走 我们得去看看 然后就带他去了 这个人就 就只能带着老头去了 说实话了 拐弯这地方 你怎么骑的车 大概骑多长时间 人就输了 骑车车走 等到了那个地儿 说大概就这么长时间 那个人 女人就下车了 前后没村的 没人住的 前后 是坟地 我不跟你开玩笑 这是我现实中 我们遇到过的 那现在 离开的地方 这种事情发生 都是发生在 离城市远一些地方 那大家找到原因了 那小伙子慢慢也就恢复了 那也不敢让他上晚班了 上晚班老遇见一大姑娘 那哪受不了 所以他就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 影片里描绘出来的生命的概念 有着类似之处 现实中很多人 他同样有些不一定是人的 是指他的灵魂不是人 影片里就有这个概念 而他为什么又对等着 佛根 你看到了 这个女巫的女王 跟这个猎人是对等着活着 猎人死了 他也就会死了的 因为他们是正负相互存在一起的 影片里是有这个概念 正负存在一起 那女王有机会能够杀掉猎人 再次肆虐于人间 他的暗语就是黑死病会再次出现 他给人类带来灾难 因为这鬼魔的一切就是吃人毁人的 吃人毁人会使得他的生命得以延续 甚至在他的那个概念当中 他的力量会更强 他生命的存在就是毁人的 所以让猎人存在 保证他的生命的存在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那个姑娘 半夜的姑娘抱着这个男的 坐着这个男的车 是吸取男人的精华 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胡荒 白柳附体 我们知道的青蛇白蛇 许仙 也是吸取人的精华 他一定是并生的 阴阳相对的 那阴阳相对并生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组成了人的层面 那我的说法是指这个影片里 展现出这样的价值观 展现出这样的生命的概念 那至于说影片最后的结束 当然就是把女巫的女王杀了 里面我们看到女巫的狡诈 等等等等 有这一切东西 那也就是影片里表现出来的 邪不压正 这是一个正面的 正能量的说法 接地气的说法 但是他暗语里 确实表现出 今天我们现实中生活的人 很复杂 看起来是人 有些不是人 而整个衬托出的生命的背景 就是一个大的 人类当中的大的背景 尽管看起来是个电影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却是一个警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